好了,朋友们,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了一些我们关于正厨的常规考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大板块,关于正厨的一些常考点,这些不太容易的地方 那么在讲这个单元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牛人所犯过的二 那今天的牛人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出名的牛顿先生 那我们说牛顿先生小时候呢,家里有一个大粮仓 这个大粮仓呢,有一天,闹老鼠 那一旦闹老鼠,那是不是就应该是抓老鼠啊? 于是牛顿的家长跟牛顿说了 顿顿啊,你去给我们的粮仓,开一个洞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大猫和我们家的小猫进去抓老鼠 于是牛顿想了想,嗯,好多 于是他在这仓库上,哗,开了一个大洞 哗,又开了一个洞 牛顿想的很好呀 他说你看,你从这个洞进去,抓 你从这个洞进去,抓 同学们,他们牛顿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哗哗哗哗,女人说老鼠也进去了 哗哗哗,你才犯啥呢? 牛顿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他需要开两个洞吧 根本不用,对吧 这个大洞,大猫可以进去,小猫是不是也可以进去的? 对不对啊? 所以牛顿犯二的事情就是白干了一件事,根本不需要给小猫开洞 对吧?这也是咱们在整除过程当中,同学们经常犯的一件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说,你要判断一个数,既被二整除,又被四整除 怎么判断?直接判断被四整除是不是就OK了? 因为能被四整除的就一定能被二整除 大猫能进去,小猫是不是一定可以进去? 对吗?听明白了吧? 好了,如果你听明白的话,同学们 那如果我现在让你被,让你判断既被三整除,又被九整除 那怎么办?直接判断被九整除是不是就OK了? 好了,同学们 老师提示大家就提示这么多了 那么接下来抓老鼠的问题还得交给你自己 立体第三体自己去看一看 好了,亲爱的同学们 通过牛顿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 告诉我们,脑门被苹果砸过 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也可能导致自己暂时性变喊二 给大猫开了个洞,给小猫开了个洞 对吧? 好了,不管怎么样 他都给了我们一些提示 给我们的提示就是不要翻二 给我们提示就是,这道题目要想判断 背二,背三,背四,背五,背六,背七,背八,背九整除 其实有些数是不可以啊 不需要考虑的 谁啊? 啊,二不用考虑 因为有八 四不需要考虑,因为有八 三不需要考虑,因为有九 那么只考虑五,六,七,八,九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五,六,七,八,九也挺多的呀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我来问大家一个事情啊 你如果逐一去判断的话 那么这道题我相信你就做麻烦了 咱们来讲一件事情 看这儿,如果说一个数能够被二整除 同时这个数还能够被三整除 那说明这个数一定可以被谁整除啊? 这不一定可以被二和三的最小公倍数 一定可以被六整除啊? 对吧? 那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你要想判断原数能够被这些数整除 是不是我只要考虑五,六,七,八,九行了? 你能够同时被五,六,七,八,九整除 那是不是就说明你得必须满足 被五,六,七,八,九的最小公倍整除啊? 对吧? 啊,有人又发现了 其实,六也可以不用考虑 因为能够被六整除的话 是不是就是既被二又被三 被二整除,八可以 被三整除,九可以 那这样的话 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满足几个? 五,七,八,九,只需要满足四个就行了 同时满足 那是不是说明你同时满足这四个数的最小公倍啊? 那这四个数最小公倍就是啊 五,五乘七,乘八,乘九,也就是我们的二五,二零 那,朋友们这不来了吗? 你要想能够被二五,二零整除这么大的数,我哪知道怎么判断 嘿嘿啊 一九三,一九九三,末三未未知 末未未知的时候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那个 试除法 对吧? 当然咱们知道试除法一定要填那个最大的数 所以这里边填最大的数就是填 九九九 我们用这个怎么读啊 叫做一百九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九 直接去除以两千五百二十 如果有余数咱们把余数减掉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到你动手的时间了 哼,别用计算器啊 计算器可算不出余数来 来,拿出笔,拿出纸 算一算 这个一百九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九 去除以两千五百二十 最后的余数是多少? 真的要动手算一算啊 因为如果你不算就没法回答是吧 可以了吗?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你算的对不对 最后算的余数其实应该是六百七十九 那如果余数出来了 那我相信这个数本身填谁 是不是你就出来了 这个数现在有余 有余的话把余数减掉 那么其实呢 是不是就是用元数减余数 最后得到的是 一百九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 也就是墨三位是不是应该是三二零啊 对了吧 当然了,老师你何必费这劲呢 跟前面有关系吗? 跟前面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其实抄的时候 是不是甚至可以直接写用 九九九减去六百七十九 墨三位是不是一定是三百二十啊 听明白了吗? 好了,朋友们我们强调一下重点啊 第一个重点 大猫小猫问题 有一些数小猫不需要考虑 二 三 四 甚至连六都不需要考虑 因为六可以拆成二和三 第二个问题 用整体法 我们要想判断被这些数整除 被五六七八 逐一判断太麻烦 整体找最小功倍 判断被五百零四整除 不是说错了 判断被两千五百二十整除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了吧 当然了 像这种大数判断 最好用的还是我们的试除法 好了,不多说了 这道题目 需要整理同学 按住单行 自己整理一下 按住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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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